时间过得很快 每天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你今天能够好好的自己学佛修行 每一天就不会浪费 而有些人每一天没有好好的学佛修行 他就是在浪费生命浪费自己的时间 所以大家学佛之后都吃素 大家知道吃素很好 最近看到了一个破纪录的新闻 说英国现在有40万人 已经开始承诺放弃所有的动物产品 素食产品现在上升了417% 也就是说现在有40万英国人 他们愿意吃素食 因为肉食还有肉类还有动物制品 非常会让人感染到一些不好的疫情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们已经是比他们走的前面 我们早就吃素了 所以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什么病都不会有 因为我们第一吃了素 第二我们有着关心菩萨的慈悲护佑 所以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学佛人 澳大利亚这个暴雨拉响警报 连续八天降了大雨 但是它又拥有了毁灭性的洪灾 所以天灾非常的可怕 要么就是这个Bushfire 就是那个火灾 要么就是森林大火 要么就是这个洪灾 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要特别当心 据说澳洲有一个小镇 被30万只蝙蝠包围 铺天盖地的在空中盘旋 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去上学了 所以这个就是失控的山火 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 最近呢 我们牛省的火灾基本上控制 但是呢 火山火呢 现在逼近了坎贝拉首都 所以周围的居民已经开始撤离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没有 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现在已经 袭击了澳洲的东北 淹没了两万间住宅 大家想一想 新西兰南部 新西兰南部遭洪水袭击数百名 这个居民被迫紧急疏散 跟大家讲这些 主要是干什么 主要是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一切 一切都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我们人唯一的能控制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心 如果你不想控制自己的心 你就会被自己心中的失忆啊 痛苦啊 悲伤啊 所控制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你就被心中的魔性控制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悲伤 那你就被悲伤所控制 你不能控制自己心中的烦恼 那你就被烦恼控制 任何一个人不能被自己的称恨控制 那你就要好好学佛 就要放下万元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当你失忆的时候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 自知以忍 一个人失忆了 碰到很多烦恼的事情 不开心了 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治呢 那么主要是要学会忍耐 因为忍耐能够治疗失忆 所以能忍耐的人他就不会失忆啊 忍一忍这件事情过去了 那么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怎么办呢 用什么方法来治呢 很多人开心的呢 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他的 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 蹲下去蚂蚁一大片 这种就是思维当中出片差了 所以当一个人自己很高兴的时候 就要学会要控制自己 不要过分 因为可能接下来会有麻烦 所以自知以淡 要淡化这件事情 再开心的事情淡化一点 再悲伤的事情自己忍耐一点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所以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忍耐 和淡化自己的幸福 或者高兴呢 就是常令心中无增减 在心中不要有增减 就这件事情来了 哎呦开心了增加了 喜庆的气氛 一件事情痛苦了 减啊减啊 人生都减到后来都没了 觉得自己存在于苦难当中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 要做学博人 就是要能够无增无减 所以学博人要容忍之过 容忍之过 就是要经常看见别人做错事情了 要宽容别人 不要顺人之非 顺人之非是什么 人家做错了 你就顺着他 去跟他搞 这个人已经是做错了 你应该包容他 不要再去讲了 你再去顺着他的不好 再去跟他讲 再去怎么跟他闹 你这个人 就是不是 不是一个好孩子 不是一个学博人 很多人说 师父这个世间为我所用 对不对啊 我是到这个世界上来 很多东西都是应该我来用的 实际上你要记住 对 你今天可以拥有房子 你可以拥有车子 你可以拥有孩子 你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但是要记住 非你所有啊 你可以拥有他 但是你不是你所有他 就是说永远不会是你的 只有使用权 用现在说很多房子 你只有使用权 你没有拥有他的产权 就这个道理 所以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然后呢 欲望 繁殖力很强啊 有了这个 还有那个 那个好了 还有这个 一个人的欲望 你们自己没感觉的 你看看 你们肚子饿的时候 如果到一个饭店去 一桌子菜 你们是不是感觉 这一桌子菜 是不是觉得很多了 很多我们到自助餐的时候 一进去一看 哇 这么多菜 等到你两次吃下来之后 就这么一点菜啊 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弄来弄去这两个菜 这是为什么 欲望啊 人的欲望 你们看看 有时候你们搬家 哎呀 这个家很大 又这个地方很大 等你们住一段时间下来 这个家 你就没感觉这么大了 你们看这个人很好 哎呀 非常好 非常啊 哎呀 这个男人特别好 你看他怎么这么 对我好的 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下来 你就觉得他没那么好啊 实际上欲望在膨胀 因为你接受了 他对你的好 你会有更多的要求 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这样 女孩子也是 哎呦 娶了个老婆 这老婆真好 这个世界上一切 都是在变化当中 所以欲望在不断的繁殖 所以在繁殖的当中 你每一次增加欲望 就会增加更多的痛苦 因为你增加了欲望 你达不到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比方说跳高 一点点加上去的 对不对啊 你跳一米四十五 然后跳一米四十七 四十八 然后跳一米五十 然后呢 越跳越高 跳到最后呢 每一次都跳不过去 你是不是带来的就是失望啊 但是你怎么不想想 你前面都跳过去了 如果你把自己的定位 定了一米五十 或者一米五十六 五十七 最多你跳不过一米六 那你这个人就不会失望 你现在对别人的要求太高 或者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为什么很多人会自闭啊 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我不能原谅自己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经常说 我不能原谅自己啊 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呀 当你达不到的时候 你要原谅自己 我就这块料 我就是这样了 算了 好好修吧 慢慢的来 人生就是这样 有一个同事说个笑话 有一个同事 他和老婆呢 在看梁三伯注音台 忧伤的音乐中 梁三伯和注音台呢 双双的画作蝴蝶 翩翩起舞 对不对啊 然后他同事跟他老婆 两个人在看梁柱 这个同事呢 非常的感动 被他们这种爱情啊 感情啊 惊天地气鬼神的爱情感动 突然之间呢 他老婆呢 就问这个男的 问这个男的说 他们是白痴吗 同事说 为什么 他老婆一本正经地说 他们为什么要画蝴蝶呢 蝴蝶生命很短 只有七天啊 为什么他们要变蝴蝶 这么命短的得色呢 那么 他老公说 那你认为是应该怎么样呢 他说 我认为乌龟寿命最长 如果是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就变两个王吧 这样结局才是完美的 结果同事就跟他老婆说 你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叫我就可以 所以 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做人 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的人 应该将自己的心灵 产生一种佛光 就是有希望的光 就是佛光 你有没有希望 因为你还要过啊 你明天还要过啊 对不对啊 然后不要让魔 进入你的心灵 魔就是负能量呀 负能量就是觉得 明天没希望呀 后天没希望了 我看到了眼前 我知道这个事情 不能改变了 那你就失去了希望了 永远要觉得 这个世界上会改变 所以 佛经上讲 与虚妄处 强加分别执着 就是业障 我这句话你们听不懂啊 与虚妄处强加分别执着 就是业障 那么什么叫与虚妄处呢 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 它是空的 虚的 妄想的 想出来的事情 在这种 你拥有的思维当中 虚妄处的思维当中 你强加与自己的分别心 执着心 明明这件事情 你做不到的 我试试看呢 我就要来一下 那就叫执着 执着就产生业障 对不对 是不是执着产生业障 有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拼命去做 你们看看 在很多健身房里面 有的人在健身房里面 在举那个 那个叫什么 杠铃 对不对 举那个杠铃 你们看到的电视上 都是举上去的 你们看见没举上去的 有过吗 很少吧 你知道举不上去之后的 结果是什么 很多人骨折啊 就是这个道理 你到底能举多少 你的心能够承担多少 那种悲痛悲伤 或者欢喜 发喜 你自己要有分量 你知道上 我能跳多少 蹲 我能蹲到多少米 你这个人叫有电量 自己知道 所以很多人 你跟他说 你能不能帮这个事情 负责一下 哎呦我不行 我这个人不能做领导 我只能跟着别人 那这种人他知道 所以他就不会有压力 但是有些人呢 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真的给他做了 他就压了趴下来 所以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自己要知道了 知道自己 你才会 不会让魔性进入 所以在人间 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和行为 你就会引入魔障 就会引入魔障 所以我们要对 因果负责 我们要对 人间的法律负责 我们修行人 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对因果负责 你今天所有做的事情不能出格 出格的话 你就会倒霉 澳大利亚最大的香蕉农场出现了巴拿马病 大家知道巴拿马病也是一种 这叫真菌 你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欧洲有一个国家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病毒 叫H5N1 情流感疫情 你们看看看 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命的 那么你平时多做点善事 你可能就少一点灾祸 土耳其国家的客机 居然断落三劫 损毁 三个人死亡 179个人受伤 你看看 飞机断成三劫 你想想看 所以很多人不敢坐飞机 要坐飞机 很多人就说坐大飞机 对不对 师父记得我出去弘法的时候 在十年前吧 有一次到丹麦去 结果转到一个小地方去 那个小地方呢 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再转机 坐上那架飞机 一共大概只有 大概三四十个人吧 然后呢 这种螺旋桨全部在壳子外面的 然后坐在上面一直晃到那里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 像这种 飞机 太老的话 很药当心 像啥农药一样 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上了飞机 希望它螺旋桨转起来 转得快一点 我们就不停地 随着它螺旋桨的速度 我们在念 心经和大悲众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我们人要新生 新生什么光明 新生什么 新生自己的道德 所以每一个人 如果你对佛法产生了信心 你这个人能战胜很多人间的烦恼 如果你这个人能够完全的全心全意的 相信观世音菩萨 相信我们伟大的佛陀 你经常要忏悔 经常要学习佛法 修正自己的心 那么你慢慢的时间长了呢 你就会改变自己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不能改变自己 因为一辈子根本没有开悟 所以开悟的人 他远离了烦恼 天天在烦恼中的人 他不会开悟 天天人在计较当中 你就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天高地厚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 很多人还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能干 我前几天跟小朋友讲了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哥们 学了没几年的武术 以为自己能干得不得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什么都能干 然后呢 有一天呢 他喝了很烈的酒 喝得醉醺醺的 游走来到华山脚下 大家知道华山吗 自古华山一条道很厉害的 在一个青葱翠绿的 屁股清幽之处 就是非常安静的地方了 发现有一蓝白香间的 哎呀 看上去就像道官一样的 在山间 在绿树红花的眼印下 他看见三个字 华山派 然后 他好胜兴起啊 拔出自己练功的宝剑 哇 就冲进去了 他要跟人家比武啊 结果无奈啊 被几个黑衣人啊 直接安住 动弹不得 寡不敌众 安在地板上 被人家 一顿拳脚向家 这哥们哭着说 去你们饶着我了吧 我真的没有看见 华山派下面还有两个字 出所 他把到人家派出所去练武去了 好 所以呢 学佛做人 要学会 四个不评价 不评价 不评价 别人的好坏 因为他们 没有影响 你的生活 学佛做人 不要评价 别人的德性 就是人家的道德 品行 因为你不见得 比他更高尚 你讲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不一定 你比他更高尚 所以不要去疲 因为听的人 他会想 你在讲别人不好的时候 他心中会想的 你比他好不了多少 所以千万不要去讲 对不对 很多父母亲 跑到孩子面前经常说 你看你这个妈妈 你看你这个妈妈 真的 真的 搞得了 你看你这个妈妈 孩子嘴巴里不讲啊 看着爸爸眼睛 等等 心里肯定在想 你比妈妈好不了多少 这就是我们说 不要去乱评价 别人的道德 品行 因为你不见得 比他好 不要去评价 别人的家庭 因为那会影响 你的心态平衡 大家听懂吗 人的心态很重要 你如果经常去平衡人家 好的家庭 你会自己觉得 过得很难过 你会觉得自己 更加的伤心 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不要去评价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他比你差 你经常去评价 人家也觉得你 公告我慢 都不好 所以不要评价 你看不起的人 这个人你表面上看不起 实际上 哪怕是你最看不起的人 我告诉你们 照样他能让你 能让你 哪一天低下头来 终有一天他会比你好 或者他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会比你好 所以这样想的话 你能够克服自己的功高我慢 克服自己功高我慢 所以 希望大家要懂得 今天的拥有 不代表你明天的拥有 今天的胡乱花钱 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失业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要多想想以后 所以讲话不要讲得太绝 过去有一句话说 满口饭好吃 满口话不能讲 所以学博就是这样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谦虚谨慎 谦虚谨慎 那个科学家 最近曾经预言 这个地球可能会变成 小冰河时代 即将来临 就是全球都会变得越来越冷 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冷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这个世界正在变化当中 很多地方不应该冷的 现在冷的不得了 很多地方不应该热的 都热的不得了 你想想看欧洲都是冷天气多 但是它居然现在 会热死很多人 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道理 希望大家要明白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人的脾气 越来越糟糕 美国有一个七群的老汉 他提出离婚 一个七十岁的老汉 提出离婚 你知道他老伴厉害吧 他老伴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拿一个 那老伴又不想把他老头弄死 就拿一个电机枪 问他 你还离婚不离婚呢 我离婚 然后老头昏过去 然后醒过来之后 你还离婚不离婚呢 离婚 又是一吓 然后呢 这个这个 现在呢 这个女的呢 被美国警方呢 说呢 控制住 说不能再去看 那个他的先生了 还有一个人 师父跟你们讲过的 不要漏富 你不要太觉得自己有钱 漏富的话会遭殃的 就是二月七号 英国一位 五十五岁的房地产开发商 他讲述了 他与妻子在伦敦地区 遭遇的一次 明目张胆的抢劫 因为不经意间的 陆富 招来了歹徒 险些瘫痪 差点瘫痪了 为什么呢 一个手表 很贵的手表 你看看 一个名表 他的肌肉和身体的肌腱呢 全部受伤 差点人整个瘫痪 这不要漏富呀 明白了吗 所以每个人 学博的人 我叫你们 不要在脸上张灯结彩的 张灯结彩懂吗 灯挂在这里 彩们放在头顶上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已经跟你们说 要经常想 今天拥有 不代表明天拥有 对不对呀 今天拥有的名利 你要学会 谦虚 低调 可能你明天会失去一切 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希望你们要 心正 佛做主 这个心邪 磨做主 你看有些人 想不通的人 他就一直想不通 就是磨在他心中 所以一个人想得通 你这个人就能自变身心 也就是说 你自己能够看清楚 你自己的内心 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 自己内心想着什么 他们很痛苦 不知道 很多人因为不知道 才会做出那些 伤害别人的事情 伤害别人的事情 英国有个自闭症青年 居然将六岁的男童 从三十米高推下 原因就是被没收了 爱怕 你想想看 巴西一个男子 嫉妒孩子夺走妻子的爱 你看男人 七两小吧 女人们都是这样的 还没结婚之前 没生孩子之前 对那个男的好的 全心全意 等到孩子生出来了之后 完全全心全意 对孩子好的 那个男人会嫉妒 嫉妒之后 你看他残忍的 将怀的第三胎的妻子 他居然割喉杀害 你看这还算男人 你们告诉我 所以这个世界上 你们现在想想看 人的嫉妒心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邻里之间矛盾 53岁的大妈 爬过那个栏杆 在怀孕女子的肚子上 猛踢她 邻居啊 一个男子 讨债182块钱不成 将60岁的朋友 连续七脚踢死 被判十年 在英国 大家想想看 在英国收养了 一个印度儿子 承诺让这个印度儿子 过上好日子 但是他们又为了 骗保险金 将他的这个收养的儿子 印度儿子杀害 你看看人现在 心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 善恶 终有报 善恶 惧不思 方正菩提生 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去想坏的 因为经常想坏的 会伤害你 那么为什么善也不思呢 因为你认为的善 不一定是善 就像很多人 帮助别人 他带有目的 你觉得你在做善事 实际上 你这个善 善是有漏的 有漏的善 他不成为一种善 大家听懂吗 然后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男的去救一个女孩子 对不对啊 他有目的的 你说他是纯善吗 不是纯善吗 就是有漏呀 有漏就不是纯善 不是纯善 就不是很善 所以师父叫你们要懂得 观自心 自心清静的人 障碍就少 你们现在坐在下面 脑子什么都不要去想 就听师父讲 这个时候你们心是安静的 如果你们脑子里现在都想着 哎呀 我明天怎么样 我昨天怎么样 后天怎么样 坐在我前面的人会不会怎么样弄我 过去怎么样 我跟他讲过句话 我刚刚得罪他了嘛 你一片混乱 就像交通一样 你这个心静不下来 你善事也做不成 恶事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恶事 所以菩萨说 在你心还不静的时候 不能观自心的时候 你的障碍非常大 所以你不能辨别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 善恶聚不思 方正菩提升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个人 想要不领雨 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方法 你们能讲吗 一个人是外面下雨了 像今天刚刚下雨了 你怎么样能够不领雨啊 你们可能说不要出门 错 我说出了门之后 怎么样来防止自己领雨啊 找把伞不就得了吗 那你们现在在生活上 碰到的烦恼怎么办 烦恼就是说领雨的话 怎么办你们告诉我 你一念经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啊 听听菩萨讲话 不要吵架 放下面就好了吗 因为雨总会会停的呀 人家攻击你 诽谤你 讽刺你 都是像淋雨一样 你只要躲一躲 对不对 就躲过去了呀 对不对啊 傻的嘞 很多人真的不停的 所以 自己不想办法 碰到下雨了 不知道怎么办 就去依赖别人 碰到烦恼了 就去想赖在别人身上 找任何理由来想自己解脱 都怪老婆 怪儿子 怪女儿 怪别人 永远怪别人的人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因为你明明做错了 你还要去怪别人 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 你们昨天看电影了吗 对不对啊 是不是里面有一句话啊 观世音菩萨像 一个皇上问 观世音菩萨的像上 为什么有佛珠啊 观世音菩萨自己已经是大菩萨 他念给谁啊 他为什么要念经啊 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啊 对不对啊 观世音菩萨也要念经啊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还不是菩萨了 我们更要念经啊 那我们念经的人就是能够保平安 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不要把希望总是靠在别人的身上 你一定要记住 靠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靠别人 靠不住啊 明白了吗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人有两只脚 一只脚是站不起来的 所以目的要让自己站起来 就要运用你两只脚 一只脚代表你的身体 一只脚代表你的智慧 所以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懂得靠山 山会岛 坐吃山空 靠别人 任何事情心不定 所以念小房子也是的 你靠别人 你不知道他念得怎么样 你心慌了 对不对啊 如果你小房子自己念 最可靠 你知道我今天念得好不好 最能够相信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只有自己永远不会背叛你自己 这些话都是哲理啊 所以佛经上经常讲的 求人不如求己啊 对不对啊 所以只有你自己才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那你自己为什么会跟你自己永远在一起啊 因为你跟的是自己心中的佛性啊 菩萨在你心里 你不跟自己心中的佛性在一起 你想跟谁在一起啊 跟自己的烦恼啊 所以啊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呢 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就是不懂事情啊 不懂事情才会闯祸啊 对不对啊 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文声啊 对不对啊 文声啊 都喜欢文声 你说你文声代表了什么了 他说他觉得很好看 西方人 对不对啊 有一个哥们在自己身上 闻了一幅地图 世界地图 结果有一天 他几倍啊 痛得不得了到了医院了 医生 早都找不到他痛点 问 你哪里痛啊 就问他 他慢慢地来了一句 就在伊拉克附近 所以啊 每一个人学会 学会要懂得要拥有智慧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 心 物者是本性 你今天开幕的人 你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你知道就是懂得自己的本性 迷者 永轮回 你们今天跟师父 今生今世 跟师父这么好的善缘 你们跟师父在一起学佛 你们开悟了 你们知道本性就是学佛 这辈子好好的学 对不对啊 大家一起 以后 修到天上去 跟观世音菩萨永远在一起 那如果你是迷者呢 你迷雾的人呢 你永远在轮回当中啊 你不会开悟的 因为你觉得 所以迷者的人死的时候 跟那个人说 我下辈子一定来还你 这辈子我欠你太多了 对不对啊 老婆啊 我欠你太多了 你这辈子为我们张家呀 李家呀 贡献了一辈子啊 我欠你啊 我对不起你啊 我下辈子啊 做牛做马来 还你啊 好了 下辈子偷个狗 就在他的脚下 也就是十五年时间 所以不能讲这种事情的 不能讲这种话的 所以明心方见性 怎么样会明心见性的呢 因为师父教你们了呀 人要帮助别人 人不能活在自私当中 你今天所有的缘分 都是你多少事修来的 今天他冲着你闹 也是你前世的业障 他竟是对你好 也是你前世的业障 大家听懂吗 所以学博学到后来 见性即见如来 你见到本性了 你知道了 别人跟你吵没有关系了 是因为缘分了 上辈子可能这个时候 我欠他的了 你这样的话 你不是见到如来本性了 因为你知道这是缘分呀 没有缘分怎么会跟他一起生活 没有缘分见都见不到 天天能见到的就是缘分 天天能在身边的就是缘分 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地努力 所以心本非心无明暗 就是什么意思啊 心啊 本来就没有心的 很多的心是生出来的 嫉妒心 烦恼心 嗔恨心 都是生出来的 你看我们生出来的时候 没有嫉妒心的呀 对不对呀 哥哥拿点东西多吃一点 姐姐多拿点东西吃一点 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没有嫉妒呀 这个后面生出来的这种 乱七八糟的心呀 嫉妒啊 怀疑呀 这种心就是犹如浮云遮太阳 它是遮不住的 因为云永远会离开太阳 所以性质如炉无相见 就是讲到本性还是老样子 像太阳一样 永远在 只是你自己的内心和外心生出产生变化 和环境产生变化之后 你的心才会产生变化 这个就叫本性 自性如炉无相见 永远自性和你的本性 它是如炉不动的 你外面接触的东西太多了 你的心就变了 你一个男人如果从来不出去看 你回到家里 你总觉得自己老婆很好 你到外面接触的太多了 你回到家就嫌自己的老婆了 你一个男人在家里天天吃太太做的菜 觉得很好吃 你天天在外面上馆子吃的多了 你就觉得自己老婆做的那些菜 不合口味了 没有味道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要遮盖自己的本性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 现在人都非常的厉害 所以菩萨在金刚经当中 叫我们要不要着相的去看别人 虽然相很好 相貌很好 但是不代表他一定是具有佛性的人 你长得不好看 也并不是这个人良性不好 就是不要去观那种外相 要看他的本性 有一天早上 大家知道有个饭店叫沙县吗 沙县小吃 很有名的 现在好像在牛汤 我们这里也有一家了 在沙县 叫沙县小吃 突然走过来一个小男孩 对着里面一个长得很丑的 一个吃客 就跟他说 哥哥 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你那个叉烧包能给我吃吗 那这小男孩 这个没想到那个男的呢 就把自己手中的包子呢 递给了他 行哦 给你 小男孩又说 哥哥 你能再给我十块钱吗 我奶奶还没有吃饭呢 哦 这样啊 这男的长得很丑啊 但是呢 好吧 十块钱够吗 这个男的就变拿钱了 就变问道 哈哈 哥哥 我逗你玩呢 小男孩转身 对外面的几个小朋友喊道 这回你们总相信了吧 人长得丑 心地就是善良 我说的没错吧 现在你对年轻人根本不了解的 根本不了解的 有一个年轻人的父亲 今天呢 他真的被他仅仅两岁的女儿感动到 这个父亲呢 早上起来呢 在房间里呢 换衣服 客厅里玩耍的 两岁的小女孩呢 发现了 他的父亲醒了之后呢 光着脚 连鞋子都没穿 刚学会走路的他 跌跌撞撞的 自己走了过来 那么远的路走了过来 手里呢 高高地举着一个 他最喜欢吃的橘子 送给了 送到他父亲那里 哎呀 这个父亲感动啊 两眼呢 泛着泪花呀 女儿这么小 就这么懂事 心想 我这辈子也值了 结果 听到女儿说 爸爸 剥皮 所以光明照炉 炉不知啊 这句话的意思啊 我们每一天 开心的心情 光明照亮你的心 你不知道 本质无心 不用解 每一个人实际上 都会有良心的 每一个人都有善心的 每一个人都懂得 应该拥有佛性 所以正德本性 不言得 你好好的学 佛 你一定会正德本性 你一定会不言得 就是什么呢 你本质无心 不用解 正德本性 不言得 你就算这个人 再怎么样 你也不要去讲 因为本性 本来就在你的心里 本性永远 活在你的心里 那就是你的 真如佛性 所以 师父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的 来改变自己 有一个 有一个要大家注意的 师父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一个人如果身体上 总是感到嘴巴干 嘴巴干 你就要去经常查查你的血糖 看看有没有糖尿病 我告诉你们 糖尿病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嘴巴干 他经常要喝水 他经常要喝水 他的血糖高了 他就要喝水 还有如果在早上四点钟到五点钟醒来 经常你有着非常强烈的心慌饥饿感 如果你们有饥饿感 病了四五点钟的时候 在床上显得非常的疲乏 无力 没有力量 直到吃早餐之后 才会慢慢的消失这些情况 我告诉你们糖尿病的倾向 十五点钟的时候觉得肚子很饿 明白了吗 然后想吃东西 早上过后之后 这些情况没了 要记住糖尿病 而且要记住你们家里 如果有人是糖尿病的话 很容易染上 要当心 再给大家讲一个 如果你吃油腻的食物之后 上腹部疼痛 并放射到右肩背部 右面肩的背部 听懂吗 这里后面 很可能是患有肝胆疾病 所以人家说 有肝病的人 一碰到油腻 一看见油腻 就会不舒服 嘔吐 所以早上起来 如果你想象一下 吃昏的人 他们想象一下 如果是个肥肉 或者怎么样 油腻的不得了的东西 你这个 要当心肝的 会出问题 如果你食欲抗净 抗净就是吃了很多 但是体重减少 记住了 这句话要记住了 吃了很多 体重反而减少 你换了 你换了假仗线 功能抗净症 假抗 我曾经教过你们 假抗你把两个手放前 放直 不能抖 你看到自己的手不抖 你放在前面不抖 如果你看 看见了吗 这样抖的话 你换假抗 听懂了吗 最后 如果你没有食欲 见到油腻 很恶心 容易疲劳 你要当心了 很容易就换了肝炎了 今天就给你们 这个就讲到这里 好吧 好 接下来呢 跟你们讲一个字 字里面的意思 前途的图 大家会写吧 里面是一个什么 鱼 是不是啊 下面是一个 走字边旁 对不对啊 前途的图 路途的图 这句话怎么讲 你给别人留有余地 你自己才有路走 你不给别人留有余地 你这个人不理解别人 你自己就断了你自己的路 所以有些人斤斤计较 有一点点不开心 一定要报仇 有一点点吃亏了 一定要拿回来 人际关系搞得很僵 你做起事来 处处碰壁 你哪来的前途啊 好 下次再跟你们讲其他的 好吧 看看时间过得也很快 本来跟你们讲 讲讲忧郁症的知识 我已经在考虑了 什么时候专门跟你们讲 一堂专业的 忧郁症的知识课 我很喜欢讲的 就是你们会感觉到 为什么我心情会不好 为什么我下雨天心情会不好 为什么我早上心情好 到了晚上心情不好 为什么有些人早上心情不好 到了晚上心情就好 这个跟忧郁症都有关系 你们以后想听 我就专门给你们 开课给你们讲这个 最后呢 跟大家呢 讲两个幽默笑话 说有一个二叔呢 爱打麻将 这个二婶呢 特别反对 他们两个人呢 天天为了二叔和二婶呢 天天吵架 就是为了打麻将的事情 结果呢 二叔啊 动了一个脑筋 这个二婶就从此不跟他吵架了 你们知道他动个什么脑筋吗 他把二婶交会了 打麻将 结果两口子各玩各的 再也不吵架了 那么有一个哥们呢 他的媳妇啊 最反对他喝酒 结果呢 他受到他的二叔的启发 他也交会了他的媳妇喝酒 结果呢 他的媳妇呢 一喝多了就揍他 关键是 因为他打不过他的媳妇 所以一喝酒 就被他媳妇打得鼻青眼肿的 这就是个笑话 好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懂得一个茶杯 不断地倒热水 一直倒着水溢出来 烫到你了 你才肯放下 很多人就是放不下 所以 人不能舍下 你就得不到 所以必须要懂得 舍 你才能得 你 一直要等到哪一天 你拥有的东西 曾经拥有的东西 伤害了你 痛到你 你才肯放下 这就是 人不懂得 一个杯子 你一直拿着 一直倒热水 你到最后 痛了 你才会放下 所以人 有的时候 不痛 他不会去舍去 人生 就是梦一场 有的时候 人生 结束 梦醒的时候 你才看清 原来 一切都是空的 是无相 人生 本来就是一场戏 这场戏 结束了 你就 无相 为什么 早点 不了解呢 为什么要等到 人 在吃苦头的时候 才转弯 早一点 听 别人 讲 早一点 学佛的理论 和智慧 你们 将在人间 所向 披靡 永远 远离烦恼 才能 自己 走出 你的 六道 轮回 希望大家 元宵节快乐 师父 祝福大家 好吧 师父会 给大家加持的 天天求菩萨 保佑你们 身体健康 平安 也感恩 法师的祝园 也感谢大家 来看师父 希望大家 一起 这个 祈福 希望 瘟疫早一点 消除 我们继续 我们的 弘法 历程 希望 一切都好起来 最后 祝大家 这个 平安 健康 学佛 精进 大家好好修啊 你们看看 你们来到这里 也都是不容易 很多的回忆 过去师父 就在这里 给你们上课 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要更大的 观音堂 对不对啊 过去你们就在这里 上课 很多都是的 所以在这里 还是很温馨的 很亲切 因为很接近 跟师父比较接近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过了 你要跟师父接近的话 你一定上辈子 有修的 而且修得不错的 真的 而且一定有智慧 什么叫智慧啊 能够感觉呀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珍惜这个缘分 世界上很多事情 要靠大家一起努力的 对不对啊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现在有这个疫情的话 有些希望大家 多多求菩萨保佑了 对不对啊 国态明安了 师父每天在求的 每天在求的 就希望早一点 因为以后早一点 把这个时间结束的话 对我们弘法也是好的呀 对不对啊 现在大家都吓得来 都不敢出去 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你们 到这里来 你看看我们大家 心情都是非常放松的了 因为我们心中 跟人家不一样的 我们有信念的呀 对不对啊 菩萨是保佑我们的呀 保佑得很厉害啊 尤其最近 所以你们自己 心里应该明白 有的时候碰到点事情了 一求就灵 一求就灵 说明你们已经到了 一种另外一个阶段了 如果一求就灵的人 我告诉你 如火存清了 已经 因为说明你的业障很少 你一求不灵 要等很长时间才会灵 说明你身上业障很多 如果很小的事情 比方说 哎呀东西找不到了 我心不上啊 你帮我啊 我什么什么 要是找不到了 哎呀找找到了 你这个人呢 我告诉你 业障很少 就是这样 如果你什么都找不到 什么都是阻碍 你不要跟我讲 业障很重的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好好的争取 不容易 这段时间也是 也是一个考验 也是一个考验 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念经修行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在那里救别人 自己身体一定要健康 对不对啊 师父已经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的努力了 所以他们很爱师父 所以因为心到了就可以 有的时候对一个人 要靠心了呀 人不在乎整天在一起 最主要是心挂在人家那里 人家就懂了呀 这个心是最重要 念经就是念心呀 你把自己的心念好了 一切都好了 对不对啊 你看到很多我们过世的亡人 他都知道你对他很好 你平平地念经 他怎么不知道啊 全知道 他知道你很爱他 很多长辈啊 走了之后 他有时候会回来看看你 他如果超度了 他就回来看看你 他是感恩你 对不对啊 用心呀 真的用心 他全能知道啊 否则很多 是去的家里 过世的那种鬼呀 他看你对他不好 他就跑到你床边上来吓你 应该就像刚才那个人 咳嗽一下 你说你被他突然间咳嗽醒了 一看周围没人 你吓不吓 是真的啊 这个边上叫 这个是不是经常的了 边上经常有人跟我直接讲话的了 叫我救命了 经常叫 根据每一个人 自己的心菩萨早就给你们定下来 你们求什么事情 菩萨都会给你们安排好 有的年纪大的求长寿了 有的人求自己的身体了 求家庭里面的这些变化 哎呀 一切都安排好了 一切静在不严重 人算不如天算的 你只要好好的努力呀 一定成功的呀 最可怜的人就是不相信呀 不相信才叫可怜的 对不对啊 刚刚我看他那个爸爸 就被人家搞得了要出事了呀 所以他才不相信有什么用呢 女儿就用他爸妈钱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所以他知道师父我全懂 你看见了 这种要当心的呀 你把你的福报用完了 所以用人家的钱不要乱用 用过头了 我告诉你 你就替他还了 现在他爸爸出事了 他自己就急得不得了 因为他用了他很多钱嘛 他就替他爸爸贝累啊 教税不好 再念念经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 师父跟你们讲的 不要去 他也占有人家的便宜 你占人家便宜一定要还的 就是说人家给你福气 你也要当心 就是你这个老婆 人家对你好 你也要慢慢的对人家好 要慢慢的用 对不对啊 你也不要一下子 好像你是个老婆 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时间长了 用过头了 他跟你拜拜了 或者他以后 接下来就抱你了 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 你这个人生才不会走错路啊 对不对啊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真的好好努力 人靠精神的呀 人不是靠物质的呀 穿得再好心里难受 很多人自杀的人穿得都很好 家里条件也很好 又不是都是穷人 精神上不能得到满足的人 就是最大的痛苦 就是最最失败的一个人 精神上不能能够愉悦 快乐的人 这种人虽富即贫啊 虽然好像很富有 但是他很贫穷啊 他精神上贫穷啊 对不对 像我们这样子非常非常开心 很开心的 也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对不对 好好修的人 独萨怎么会不保佑啊 百分之两百的 百分之三百的 我告诉你 不要担心的 所以祝你们节日愉快 身体健康 那你们都是好孩子 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也是感恩你们 好吧 你们也是非常相信师父 追随师父这么多年了 我都很开心 不管新的旧的 老的 都是一种悟性啊 时间到了你们就来了 很多人就是时间到了 他就觉悟了 时间没到不一定的呀 没那么快的呀 很多人跟着师父缘分很深 过去一直离师父很远 但是他一直在修呀 现在开悟了就开始正悟了呀 人生就是这样 你看极空菩萨到了后来 他整个的一生 他就是为了众生的呀 对不对啊 他这个法力无穷的话 这的确是很厉害的呀 当然当然了 他手这么弄一下 不会像电影里面一样 马上消掉 他有个过程 可能这个电影里面 艺术加工 就把他时间缩短了呀 一样到那样 明白了吗 好了 时间真的很快 念经都来不及 还有什么杂念 想都不要去想了 师父告诉你们 想好这辈子干什么 目的找到 什么都不要怕了 什么都要摔掉 一个目的 好好跟着万世音普萨修行这位置 第二 好好跟着师父 对不对啊 就这两个要 然后自己找到这个目标了 其他的都放下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一句话 一件事情 哦呦 事业了 名誉啊 前途啊 全是空的 好好的跟着师父好好修 好好的跟着菩萨好好地修 一定能成功 不管碰到任何的烦恼啊 业障啊 都能够过 只是看你的决心够不够 你有恒心有决心 怎么过不了啊 就是你没有恒心呀 大家听懂吗 好了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好的 谢谢大家